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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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直到有一天 他登上了学院图书馆的顶楼 准备跳下去 但是他的导师及时出现 给了他另一种更残酷的惩罚方式 找一个离山最远的地方过一辈子 是啊 对于把登山是做生命的冯帆来说 这真的是比死更重的惩罚 远离痴迷的高山 加上良心的谴责很合适 如今 他担任海洋地质工程师 也正是为了来到海上离山最远的地方 不过 冯帆很快就会发现 他的命中注定与山结缘 天空中的不是一颗星 而是一艘外星飞船 当船长从新闻中确认这一点的时候 那巨大的幽蓝色球体已经停在36000公里高的同步轨道上 成为了一颗地球同步卫星 按广播中所言 那飞船的引力将会使地球大气层出现一个破洞 就像扎破气球一样 地球大气将会迅速流失到太空 只需一周时间 大气密度就会降到致命低限 而且气压降到一定程度时 海水就会沸腾起来 现在 全球各大城市都已陷入混乱 人们涌入医院和工厂 抢劫氧气 说话间 置身于飞船下方的蓝水号 已经感受到气旋风暴的一近远处 因飞船引力而升起的海水正在形成一座海山 海拔足有9100米高 面对这座地球最高的海上珠峰 船长选择向风暴外围逃去 而冯帆则选择留下来 既然这是他的宿命 那么就让自己再次登上这座高山吧 船长支持冯帆的决定 用他的话说 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能照自己的愿望生活 那什么时候能行呢 临别前 冯帆告诉船长 其实那四名登山队员中还有他的恋人 当时切顿绳索的一瞬间 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我不能死 还有别的山呢 驾驶救生艇来到海山脚下 冯帆纵身一跃 跳入海中 他成为了第一个游泳登山的人 由于重力被飞船引力虚减 冯帆惊喜地发现 这个登山过程异常顺利 越向上越是轻松 海山上掀起的薄薄海浪 先是推送着冯帆 而后又将他轻轻地抛起来 他就这样被一只只轻柔而有力的海之手传递着 快速向风顶进发 在经历了顶峰处气流突变导致的落水 而后利用大气泡中氧气避免窒息的有惊无险之后 冯帆终于登上了海山之巅 外星飞船投下的蓝光是这里如同一口巨大的深井 井口处可以看到大气泄露至太空形成的冰晶云 就是在这里 冯帆将与外星人展开一场顶峰对话 头顶的蓝光消失 冯帆发现那巨大的圆形表面实际是一块屏幕 通过这块屏幕 喜欢登山却不被世人理解的冯帆 与这些天外来客产生了强烈共鸣 外星人强调 山无处不在 只是登法不同 这句富含哲理的话 曾经有它的现实意义 对于外星人来说 它们的周围确实曾到处都是山 因为它们来自一个好世界 那是一个半径3000公里的球形空间 四周都是致密的岩层 在这失重的世界里 没有水 没有空气 也没有阳光 外星人都是从岩石中的单细胞机械进化而来 这些机械生命 以放射进岩块为石 肌肉和骨壳由金属构成 大脑则是超高集成度的芯片 电流和磁场就是它们的血液 岩层的内壁 并是它们的天空 一些放射性物质发出微弱的光芒 帮助它们进化出眼睛 就像人类祖先发现火一样 它们的祖先最早发现并使用的是 人类19世纪才有法拉第发现的电磁能 针对它们生存的现实环境 外星人曾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个宇宙模型 认为岩层向各个方向无限延伸 它们的世界就是这固体宇宙中的空炮 这一理论被称为密实宇宙论 当然在无限岩层中 是否还有其他空炮 就成为了外星人向外探索的动力 其实早在炮世界的上古时期 挖掘岩层的探索就开始了 但是元老院最初禁止了这种探索行为 因为挖掘产生的碎岩会占用地和空间 假如岩层真的无限远 那么整个空炮就将被填满 或者说转化为条形空间 所以为了尽量减少碎石的产生 探险者只好将挖出的碎石放在船尾 这样它们的容身空间就是一个移动的小空炮 外星人称其为炮船 尽管如此 每次挖掘至少还是会产生一些碎石 而且如果炮船有去无回 那么这一小堆碎石占据的地和空间就无法恢复 相当于被炮船偷走了 所以探险者们又被称为空间窃贼 它们在仅能容身的幽闭空间里 追寻着迷茫的希望 一旦搁浅在返程途中 炮船就成了坟墓 然而这残酷的现实 未能阻拦球所的脚步 炮世界向外界的探寻从未停止 终于在炮纪元33281年的一天 一艘八年前出发的炮船 针尖号返回炮世界 它在岩层中前进了200公里的距离 创造了返回炮船的航行记录 但原本20名船员的针尖号返回时 只剩下一名科学家代称戈白尼 他正是把其他人都当作食物 才得以幸存 为此他将被判处 在炮世界的首都除以短路死刑 可就在行刑当天 科学院的一群专家发现 针尖号带回的沿途各段岩石标本 其密度竟然随航行距离减小 在接下来一个世纪不同方向的探索中 这一密度地减的发现被最终证实 接下来 类似于人类用光谱颜色 判定星际距离变化的哈勃红仪理论 外星人根据岩层密度的地减率 很容易算出了岩层密度降为零的距离 就是三万公里左右 于是炮世界的第二宇宙模型诞生了 因炮世界向外 宇宙的密度地减 直至淡化为空间 这空间延伸至无限 该理论被称为太空宇宙论 老派的密实宇宙论坚持者 当然反对这一观点 无限地减下去 甚至给出了疏松岩层的厚度预测 但随着探索距离的逐渐延长 这种预测也一次次被证伪 又一次次被顽固派修改的更长 直到一个伟大发现的诞生 将密实宇宙论彻底送入坟墓 那就是万有引力 这一规律是由最早到达 300公里深处的元刀号 首席科学家发现的 他的代称是牛顿 在挖掘的过程中 他们意外发现 深夜悬空睡觉的船员们 第二天会移动到贴近 可后来发现连挖出的碎石 也会移动到船底的方向 于是外星牛顿没有借助苹果 就发现了万有引力 当然早期的外星人以为 是空间产生了引力而非质量 直到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眼睛过程 才纠正了谬误并计算出引力长寿 至此炮世界人民相信 岩层不是无限的 在其外面还有空间 这一发现无疑震撼了炮世界 要知道整个炮世界文明史 就是一部血腥的空间争夺史 而今经文空间是无限的 一场探索浪潮 势如不足 数量众多的炮船 穿过地层向外挺进 截图穿过太空宇宙论预言的 三万两千公里的岩层 到达密度为零的天堂 其实说至此处 我们可以得出炮世界的真相 它们是一个生存在地心的文明 准确讲 是生活在另一个 内地行星地合中的文明 当然这一真相 实际上还需要许多个世纪 才被外星人自己所知晓 这期间他们也经历了 人类文明进化 必经的诸多挑战 就比如战争 由于过多的探险行为产生的碎石 大量侵占了炮世界原有的空间 炮世界政府替代了元老院 成为地合空间的保卫者 开始严厉镇压炮船探险 直到爆发了一场 旷日持久的地层战争 这段战争最终结束于 一场载路史册的大战 1500公里战役 好似无数迅猛龙 围猎一只霸王龙 当时在距离炮世界 1500公里处 那条长达150公里的 政府军最强舰船 现实介号 根据雷达信号 飞一艘组合战舰 又至埋伏圈 随即 100多艘探险者的地层战舰 将其结为50段 双方舰群展开激烈的大混战 将战区空间割裂成蜂窝状 最终凭借探险者 更熟悉重力环境的微弱优势 探险联盟获得胜利 战役结束后 探险者联盟将战场的 所有空间合为一体 形成了一个半径为 50公里的球形空间 并在此宣布独立 继续对外界的探索 随着不断有探索炮船 从地河投奔这里 他们也带来了 越来越多的空间 甚至在1500公里的高度 获得了一个前进基地 原有的世界政府 再也无力阻止这种局面 只能承认探险运动的合法性 加之沿层密度的逐渐降低 探险变得顺利了许多 终于在战后第八年 一艘名叫罗旋号的探险炮船 到达了距离地心 8000公里的世界边远 然而这一刻并不激动人心 因为罗旋号到达的地方 是海底 机械生命及其舰船设备 都是由电路构成的 遇到水的结果可向而知 在此后很长的岁月里 外星门名再次展开了 对液体的研究 经过几代人的求索 与无数次的设备改良 他们终于成功采集到海水 并为其取名无形岩 进而他们了解到 人类阿基米德 曾揭示的福利原理 以及水可以从液态 转化为气态的事实 并进一步实现了 水下密封技术 制成了炮世界的第一艘火箭 或者更准确地称其为水箭 其实那就是一个 弹形的耐高压金属容器 没有任何动力设施 其内部仅能容纳一名探险者 代称为加加林 没错 从名字就可以猜到 他成为了炮世界 第一个穿透地层 到达海面的人 浮予海面的加加林 小心翼翼地打开舱门 慢慢探出身去 他立刻感到了海风的吹拂 当他意识到 那是可以令同类丧命的气体时 恐惧使他打了个寒战 但是很快他感受到 这种气体与沸腾转化而来的 气体不同 它们不会导致机体的短露 吹在身上时 反而如同一只无形巨手 温柔的抚摸 而当加加林 抬起头的一刻 地和文明十万年的探索 得到了最后的爆场 他看到了 灿烂的星空 真是不容易啊 你们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探索 才站到我们的起点上 所以你们是一个很幸运的文明 说着此处 顶峰对话已接近尾声 冯帆最后问道 那么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举时路过 看到智慧文明就想找人聊聊 谁先登上这座山顶 我们就和谁聊 山在那总会有人去登的 是的 登山是智慧生命的一个本性 他们都想站得更高些 看得更远些 这并不是生存的需要 进化赋予智慧文明登高的欲望 是有更深的原因的 虽然尚不知道这原因没何 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 山无处不在 我们还在山脚下 对山脚下 光速是一个山脚 空间是一个山脚 禁锢在光速和空间 这狭窄的深谷中 人类不觉得憋屈吗 看看这个宇宙 你们不觉得憋屈吗 怎么会呢 宇宙是无限的 即使在我们的科学家眼里 好像也有两百亿光年呢 好吧 那我告诉你 这是一个两百亿光年半径的炮世界 宇宙是一个空炮 一块更大固体中的空炮 当然这也是一种猜测 至于那个大固体是什么样子 要的五万年后 我们到达宇宙边缘才能知道 是的 我们是一艘炮船 真尖号 哦 我记得 就是那艘 发现你们世界地层密度地减率的炮船 是的 所以我们还要赶路 五万年太久 聚争朝夕 那么再见了地球人 记住 山无处不在 海山和巨大的井口消失了 冯帆随浪颠下落 归于平缓的海面 他感到一阵恶心 嘴里泛着血的味道 那是在九千米顶峰得上高山病 因肺气肿导致的出血 这很危险 在斗争的重力下 虚弱的冯帆只能靠救生衣 把自己拖在水面 在登上海山顶峰的时候 冯帆感觉此生足矣 但现在 他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最怕死的人 那种感觉又来了 他不后悔当年戈顿登山所 将同伴和恋人送进地狱 如果现在真的有什么可以背叛的东西 以拯救自己的生命 他会背叛的 冯帆的信念依旧坚定 他必须活下去 因为山无处不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